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致癌物质的作用下 正常的细胞发生突变 它不受正常机体的控制 疯狂的生长 就是正常的细胞 机体是有制约机制 就像我们人体的生老病史 它是有一个速度的控制非常好 那么但是发生癌变以后的细胞 它不受控制 它不停的生长 它又请犯 又往外跑 转移 因此癌症 癌细胞 它不是细菌感染 也不是病毒感染 所以它不会传染 也不会遗传给自己的亲属 那么当然癌症有家族聚集现象 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很可能会出现几个癌症的病人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现在还不能完全说明 只是推测第一个 家人之间生活在共同的生活环境 共同的生活习惯 第二个 可能是遗传背景 它不是直接的遗传 一对一的遗传 只是我们可能同一个家族的人 基因有某些方面的缺陷 如果有缺陷 在致癌因素的作用下 它就容易生癌 而不是遗传 所以大家放心 如果生活中工作中旁边有癌症患者 大家千万不要歧视他们 一定要善待他们 因为癌症是不会遗传 也不会传染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